被柔弱老婆打进医院 出院后离婚 去乡下散心 爱上隔壁大黄 漂亮大黄成为白月光 结果转天看到白月光 早已和不知道什么狗私定终身 自己终究是个替身 爱情里的参观者 这只一看就很快乐的阿拉斯加 叫汉堡 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狗生丰富多彩 还是一只会哭的 曾经欢天喜地地和老婆结了婚 结果不知道怎么地打起了架 然后把自己打进了医院 眼睛不仅变成了肿胀模样 上面的毛还没了 在医院的走廊上哭得撕心裂肺 人类听不懂 无狗可诉苦 谁家好狗这么戏剧性啊 但其实仔细看 老婆泡泡 可爱貌美 一看就是狗界大美女 一瞬间理解汉堡 而汉堡没亲目秀 害羞的时候像极了年下弟弟 本来汉堡和泡泡应该是美满的一对 奈何性格不合 后来汉堡离婚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家暴事件 泡泡被送走了 汉堡的警惕心很强 当看到物体不明 味道不明的扫地机器人的时候 会进行强烈驱逐 我是不怕你的 虽然经常熬屋中带着乌乌 但对汉堡来说 那是习惯性的乌乌 夹带了熬屋这个私货 后来跟着蝉使官去了村子里面 过得也是惬意十足 点身中还多了些平静 看起来像是看透了许多一般 事实证明 单身对狗也好 后来汉堡在村子里 看到了他的命中注定大黄 大黄看着就跟其他狗不一样 于是汉堡沦陷了 但没想到大黄有喜欢的 汉堡难过 汉堡悲伤欲绝 汉堡不相信爱情了 后来蝉使官家里 又养了一只小狗 小狗狗的名字叫泡巴 是一个弟弟 以后汉堡带着泡巴闯荡江湖 记住 打不赢 咱就哭 但有一件事你记住 很重要的 狗生信条 不要相信爱情 还会给宝宝开罐头 开了自己还不吃 最会带娃的猫咪 把蝉使官孩子 当成自己的幼崽 小蝉使官有什么要求 会尽力去满足 一只猫能有多厉害 这只猫叫JK 带娃经验十足 会帮助人类幼崽开门 拿袜子开罐罐 更是不用说 当蝉使官忘记带钥匙的时候 小孩一敲门 JK就跑到门锁的地方 轻轻松松打开 第一次开门 还是在相互都比较小的时候 短眼间 孩子越长越大 猫咪也是 当听到门响声的时候 他会飞快地跑过去 打开门迎接小孩 这是属于他们之间的默契 他们之间相处和谐 或许在猫的心里 这个两脚兽虽然比我长得大 但是它是我看着长大的 人和猫之间 早已有了深厚的感情 轻轻一跃 不仅仅是为了打开门 更多的是想见你 当小孩休息的时候 床上有虫子 JK也会勇敢护卫 或者叫来蝉使官 小孩说穿袜子的时候 JK会前去帮忙 有时候听到叫妈妈的声音 猫咪还会打开门进去 更把自己爱吃的食物 分给小孩 小孩想吃的东西在冰箱上 不方便拿 猫咪就会上去 给小孩拿下来 温暖和付出是相互的 蝉使官一家 也把JK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当小孩去上学的时候 猫咪会在家中思念等待 小孩嘴角磕到的时候 JK担心地跑过来安慰小孩 直到跟家里大人 一起把小孩哄好 蝉使官和小孩不在家的时候 JK会待在 可以听到他们说话的地方 于是蝉使官也会带着小孩 结束行程快点回来 世界破破烂烂 总有一段美好的关系 在缝缝补补 除了JK 蝉使官家里 还有几只猫和一只狗 相处起来的时候非常有趣 当有猫进不去卧室的时候 JK会出现 勉勉强强给你打开了 有一次感知到小孩情绪不对 JK担心地跑过去 一向可以轻松打开的门 在那一刻竟然也出了差错 爱能抵万难 也能抵语言 心事相通的 下面还有一个 人和动物的故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两副面孔的狗子天哥 在外是霸气十足的护卫者 队内是强有力的保护 但是偶尔也会OOC一下 这时候在外的形象就不好保持了 比如现在 小缠屎官想带着他去超市 小孩哭得难过 显然真的很想去 天哥表示理解 谁没有个小的时候 谁没有特别想买的东西 但很让狗为难 移不开脚步的是 他没有两脚兽用的货币啊 一块钱也没有 有时候除了妹妹还有哥哥 这个时候天哥依旧会表达无奈 该怎么解释清楚 狗家真的没有钱呢 很多时候感觉自己无所不能 当站在超市门口的时候 便会束手无策 有时候转悠着来转悠着去 就会又转悠到那边去 事实是这里面的东西 不光你们想买 狗子我也想 但是咱仨兜里 一共凑不出几块钱 说起这仨的相处 绝对搞笑十足 小宝牵着天哥脖子上的绳子 要走的时候 天哥表示看不见 等女孩正要生气的时候 马上动起来了 你要说她没心眼 那我不信 一人一狗之间的恩恩怨怨 谁也不参与 两小蝉使官都在的时候 会对天哥进行争夺 天哥表示随缘 谁能抢到绳子就跟谁 狗子我这时候就不参与了 其实蝉使官一家和狗子的相处 除了搞笑的 也有温馨时刻 比如现在梁小芝和天哥 共同站在一处地方赏风景 妹妹有时候还会给天哥做造型 真别说 帅的嘞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